這塊木板上, 雕刻了線條圖案 還有字, 字是反轉來寫的 這樣的板叫做雕板 在雕板上加密 再鋪上一張紙 掃平 拉起紙看 紙上印了一幅圖 和雕板上的黑圖比較 圖案和字, 大小形式一樣 但是左右反轉 印成品是白色底 上面有默色字和線條 這種黑字印書方式 就是雕板印刷術 這張唐朝初連印的梵文佛教經咒 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印刷品實物 它證明雕板印刷術是中國人的發明 七世紀初, 中國佛教大盛 當時流行捐佛畫像和佛教經咒積覆的風氣 社會上大量需求佛畫 佛經咒 終於引起僧人率先使用雕板印刷術 大量複製佛經佛像 中國科技史學者 結合考古發現與文獻紀錄 認為雕板印刷術 是中國人在590至640年之間發明的 唐代, 雕板印刷術 主要用來印佛經 後來也用來印刷歷書、 尋書等 五代十國開始 官府用來印刷儒家經典 中代, 雕板印刷術應用範圍更廣 印刷品除了經典之外 更匡展自文學作品 廣告招紙 廣告招紙 甚至鈔票 廣告招紙 發明雙色套印技術 明代印刷的書籍 種類更多元化 還發明多色套印和彩色印刷 廣告招紙 清代 有近一千年歷史 是世界上最早的銅刁板實物遺傳 這位女士是北京榮寶齋畫店技師 她正在示範仿制中國水墨畫的方法 這件仿製水墨畫 好像真跡一樣 這位女士的技藝真是高超 秘密在板上 她是由多塊印板砌成 這種砌板技術 叫做豆瓣 豆瓣印刷是專門用來仿製中國畫的 做法是根據圓畫 外不同顏色和顏色深淺差異 分別刻成多塊印板 然後由淺入深 掃印或者疊印 以產生圓畫的層次 或者水墨的痕跡 豆瓣印刷是雕板印刷的最高水平 這種技術最早在明代出現 至今已經有五百多年了 這是宋代工匠筆星的數象 筆星在1041至1048年間 發明活字印刷術 宋代審括《夢溪不談》 詳細介紹筆星的方法 筆星用膠泥製成天葬活字 再用火燒令膠泥變硬 活字安穩排列存放 再用火燒在一塊鐵板上 就要用蟲子 再用蟲子、蟾和紫灰混合成的黏合材料 先在一塊鐵板上放置一種用蟲子、蟲子、蟾和紫灰混合成的黏合材料 可以用來印刷 印刷完筆 再把鐵板加熱 就可以取出活字 放回字盤備用 不聲發明的活字是用膠泥製成的 原代黃晶著作《農書》 介紹從宋代到原代 一直有人使用木活字印刷 黃晶總結前代經驗 将木活字印刷工艺方法 详细描述成为后世规范 黄征有发明砖轮排字盘 用来排放木活字 字盘为圆盘葬 分为一个个隔 将木活字按摩排列隔内 字盘下面用组成柱 放入底座上 令字盘可以转动 排版时两人合作 一人读稿 另一人转动字盘执字 黄征农书又记载 南宋已经有人用石做活字 而元朝初年 更开始用同活字印书 刁板印刷术在八世纪传入日本 以后陆续传到朝鲜、越南、印度、波斯、埃及和意大利 活字印刷术在不声发明后不久东传 木活字印刷术在十二世纪传播到北方的西夏和回骨 蒙古西征时西传到中亚、波斯 在十五世纪辰转传到欧洲 德国人谷藤堡在1450年左右 应用元活字印刷技术 发明活字印刷机 将印刷机械化 促成西方印刷业大发展 超越中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